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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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原神被毁 原神不稳 这两件事如天雷架开 让她神魂俱恋 她与帝君在一起 就要受到此等折磨 上天何其残忍 她又是何其无辜 她的一腔愤懑 难免心数指向帝君而去 连颂瞧着她阴晴不定的脸 上来拍了拍她的手臂 只要她有一丝原神留着 东华便能保住她 说着已走出仗去 时辰差不多了 黑云压城城欲催 假光向日金临开 亦万万妖魔与数万仙兵 在云头上排开战略 黑白分明 各自漫向无尽的天边 凡是那一处小小山城 城中满打满散 加上一向来客也不过三千余人 战古欲想 满为仙君一挥手 怕就能削弱半座城池 这座古旧又不起眼的城池 眼下却被一个孩子围住 坚盈透亮的水流 绕着山城奔涌咆哮 数百里阔的这一片空心海词 在这高处顶处如城池大小的高台 扇头端坐着四海水军连颂 但见她风度翩翩摇着扇子 滔天的巨浪在她脚下如绵羊般温顺乖巧 魔君愿持物与幽名似主谢孤仇 此时已双双掠入妖魔阵中 两柄长剑飞舞 见其所向 群魔披鸣 斩得魔怪呼嚎连连 漫天黑云与银白光阵渐次融合 震天的喊叫声钟 战事已经开始 连颂晓得要砍杀这些小魔小怪 靠得只是时间和耐力 照这样平砍 怕要砍上十天十夜 才能将那许多妖魔金属砍完 若是能让他们祭出法器 倒是能将这时间大大缩短 只是 他记得东华的嘱托 要将渺络那点人神给他留着 却不晓得 他何时才会从势力逃灵赶过来 周林昨夜匆匆来找他的时候 东华已经离了太成功 连送从先关近乎混乱的讲述中 明白了一些事 又被引出更大的谜团 东华抱在怀中那只狐狸 原来是聂初营的宠鸡 这一点他倒是能够理解 叶初营的宠鸡意外发现了 与他有着救援的凤九 便设计陷害匡骗他 可是后头他怎么又成了渺落 渺落是何时附身在他身上 又是如何吞噬了他的人神 取代了他 便只有东华一人知晓了 可惜 连送也晓得 这件事 东华怕是永远也不会同别人提起 他下来不是话多的人 这么多万年 连送的好奇心 可都是靠自己不怕死四处挖掘 还要时刻忍受东华的毒蛇摧残来满足的 偏偏这件事 关乎凤九 后果又如此严重 他有一百个胆子也不敢去问一声啊 恍神中 见到头缓缓顶之就一个无边无际 巨大无棚的结界 一片一彩华光聋着这一处凡事 连送站起身 瞧着摇摇天际一片金光直奔他们而来 晓得是东华到了 东华既然来了 事情就好办多了 连送从袖子里摸出无天塔 许多年前他做了这个法器 专用来降服妖魔 至今尚未塑到机会用一用 东华帝今一身子一片片 利于结界至高处 周身辖光万丈 银发飘摇 那贫逆天下目控一切的姿态 当能让人想见当日做天地共主时的声威气度 连送见他使手 从袖中摸出一把剑来 显然是要大开杀戒 连送晓得 只要东华一动手 这一架就算是打完了 他这个塔怕是还未开光 又要重回袖中收着 茫茫将无天塔往空中一扔 口中念出法诀 无天塔顿时站出妖魔白光 光滑所照之处 妖魔化作陈界细处降服 只是这些妖魔数量着实太多 鸟鸭鸭嘶吼着前夫后继 让连送产生一种坦内怕要装不下 需要清理一番再战的错无天塔的这一道白光 照到另一边向小燕壮士铜血孤炸身上 二人以满身血污症拿剑 砍干这一般砍得不亦乐乎 此时被这片白光一照 方回过神来发觉东华帝君他老人家到了 帝君已到 自然无需在誓言时间 二人互望一眼 分别自秀中苟出锁魂射妖的法器 小燕壮士嘴里仍在轻轻歪歪 老子这个法器 比连送花花公子那个 可是要厉害百倍 切姑胡将手中的锁魂一打开 往半空推出 冷然道 我不同他比 只要比你厉害百倍是够了 小燕壮士急的跳脚 拿剑当空一批 在群魔阵中划出一条赤红界线来 实先说完 实算厉害老子比你厉害个倍也不止 说着佩吉既如风飞出树果之外 苍一道是镇定自若 一派稳重的指挥着银甲先兵 慢慢自四围合掌 逐步缩小包围圈 若是这样 这场价也足足打了四五个时辰 从凌晨打到傍晚 才将那些小龙龙们禁鼠给收拾了 随着包围的圈子越来越小 高台之上慢慢只剩下十一道身影 原先遮天蔽日的浓黑妖西 也被通膝在这处高台之上 四散又合拢 聚拢又散开 最后竟围着众人盘旋不息 仿佛激动难当 连宋仓以小燕谢孤诈一字排开 瞧着眼前五六人 瞧着他们眼底的挣扎之色 狠立观念的险上血满了不甘 这一架打得顺利又畅快 四个人都热血奔涌 觉得心头有些狂热 东华帝君仍在半空站着 垂头瞧着脚下这些人 又像是什么都没有瞧见 他的仓盒早已收入袖中 也不晓得是不是在出审 连宋公摸住 他此时多半心思并未放在这里 怕是早陪小狐狸去了 一人一个 小燕歪了歪脑袋 幻音落地 云已经抢身而出 排剑刺向一只单一血是妖 场中妖魔西数被诛杀 所以几个稀释了许多魔西 虽未必能在短时之内化为己用 力量却增加了数百倍不止 倒是个顶格的有些难缠 连宋也从袖中摸出自己的一柄长剑 轻轻颠了颠 吻了个剑花 手脚快一些 谁先赢了 还能再打一场 四人一起录入场中 衣袍翻飞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